171北京神報 中國巨石挫殺股漲停了 2015年7月10日證券投資B08恐慌時段終於要成為過去 昨日,兩市個股紛紛上演從的停到漲停的一幕 伴隨大盤的指跌企韻 那些被挫殺的股票開始發起報復性反彈 中國巨石600、176在1.31億元資金淨流入的推動下 下午一開盤即封死障停板 安信Watch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除標昨日發布的研究報告稱 自6月份以來,上證中指跌幅超過30.76% 創業板指跌幅超過42% 很多業績高成長 估值合理的個股慘遭挫殺、股價嚴重超跌 這些個股有望成為本輪反彈的急先鋒 在這堆被挫殺的股票中 就包括中國巨石者紫建材股 中國巨石主營新材料、玻璃纖維等 的研發、生產和銷售 商業房地產開發與經營 住宅產品連鎖經營與物流配送 今年5月6日 中國巨石披露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 以以不低於20.74元股的價格 向不超過10名特定投資者發行不超過2.43億股 上海證券研究員楊彥六月初發布研報稱 中國巨石定爭無資加碼主業 未來成長空間得以拓展 且波籤行業建底回升 持續提價大動盈利改善 中國巨石將成為中國建材集團發展 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視點飆兵 未來將受益於相關產業鏈的整合 因此給予未來6個月內緊慎增持的評級 今年6月8日之前 該股一直運行在上升通道內 昨日報收19.06元 動態市盈率22.39倍 今年一季度並沒有基金持股 石寶基金104和103組合分別作為 第六和第九大流通股東持有該股 此外 私募基金和保險理財也都為列前十大流通股東之力 北京神報記者流暢 記者被外免 記者の質疑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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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